好 受到這個地震的影響 宜蘭的龜山島 龜首曾經傳出很多影片 說這個龜首斷了 但其實只是少部分的崩落的土石 很多民眾原本有預定 說要去宜蘭玩 但是就因此取消了 也影響到宜蘭巫石港船家的生意 現場連線 張志仁 好了 主播記者 現在人的位置呢 就在巫石港賞金船的登船處 可以看到這個平常廉價 應該是要人滿為患的這個櫃台 現在是沒有什麼 這個遊客在排隊來要買票登船 而可以看到 其實在左邊這邊的碼頭登船 這個部分 其實也都幾乎沒有遊客等待 準備要登船 而剛剛業者有表示 其實跟昨天的這個地震的消息 以及龜山島的這個龜首崩落的消息 有關 一起來聽他怎麼說 目前我們預估就是因為昨天地震發生之後 到現在就是因為再加上一些新聞的報導 所以目前我們預估今天的遊客量 大概減少大概三成至四成左右 可以聽到業者表示呢 確實受到昨天花蓮大地震的這個影響 其實生意是有部分受到影響 就減少的 不過也有提到呢 其實周遭不只是這個賞金業者 包括這些民宿啊 等等業者其實呢 在今年廉價 因為受到這個地震的影響 其實呢 生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滑 甚至到了大概三四成左右 以上就是記者在烏石港為您掌握的資訊 再把時間交換給棚內 真正這一次 錬鳴了吧